歡迎來到進轉全球 我是吳采尼 台積電的先進半導體製程 獨步全球提供了強大的矽盾 保衛臺灣的安全 但是賴清德總統就職典禮之後 開始有人質疑 臺灣的矽盾沒有那麼牢不可破 香港的南華早報就指出 隨著臺海關係惡化 西方國家大力投資本土的先進晶片生產 臺灣的半導體優勢會逐漸被轉移 使得矽盾會漸漸失效 另外知名的財經作家皮塞克 也投書了日經新聞表示 賴總統應該要優先處理 內部的經濟問題 像是貧富差距 高房價 還有高青年失業率 跟人才外流的疑慮 太過依賴半導體產業 會讓半導體成為臺灣的阿基里斯建 成為臺灣的致命商 所以賴總統提出要讓臺灣從西島升級為 AI之島的產業政策 真的是不可信賴嗎 這些疑慮的關鍵其實就在於 台積電究竟會不會在短時間之內被取代 包括臺積電它自己的海外工廠 會不會取代臺灣的臺積電 最近我們在節目當中曾經討論英特爾當年措施引進EUV設備 生產的先機導致製程的技術步步落後 觀眾的回應非常熱烈 有人提到了三星比台積電還早一步導入了EUV生產 但是現在仍然在追趕臺積電 就像跑車的性能再好 想要一路領先的話 也得要開車的人技術很高超 那麼問題就來了 三星跟臺積電一樣都率先采用EUV生產 同樣是處在亞洲社會 有勤奮聽話的員工 那為什麼技術成果會有差異呢 問題應該不是出在他們的工程師 是沒有綠色乖乖的 三星現在實實在在的陷入了困境 這一週才忽然撤換半導體部門的負責人 而三星今年本來想要跟台積電 搶輝達的GPU3奈米訂單 結果傳出了三星的3奈米良率只有20% 他想要跟SK海力士去搶奪HBM記憶體市場 又傳出他的產品沒有通過輝達的測試 讓三星的掌門人李在榮焦頭爛額 三星的3奈米製程良率究竟如何 一直都是撲朔迷離的 去年一度傳出他的良率高達六成 但是最近又有南韓媒體爆料 他的良率只有兩成 等於說是每生產十顆晶片 就有八顆是有缺陷的 晶圓代工輸給台積電也就罷了 但是三星在記憶體晶片的主頁上 竟然也輸給南韓的SK海力士 海力士是輝達的HBM獨家供應商 三星一直都想要分食這塊大餅 但是路透在今天獨家爆料三星的最新產品 因為發熱還有功率耗損的問題 他沒有通過輝達的測試 事情要從三月份輝達的GTC大會說起 當時三星在大會上展出了新一代的HBM產品 輝達的執行長黃仁勳特地在產品旁邊 一定要搭配他呢 他其實是一種技術標準 就是利用先進封裝技術 把DRAM堆疊起來去拓寬記憶體 能輸送的資料量 對於AI的伺服器來說非常重要 南韓的SK海力士在二零一三年 開發出第一代的HBM產品 但是三星在二零一五年推出HBM的 第一個商用方案 兩家公司一直都在互相的纏鬥 那麼現在市場的主流產品呢 是第四代的HBM3 但是三星在二月份就宣布了 他們開發出第五代產品是HBM31 他堆疊的層數從八層提高到十二層 那三星在今天發出了聲明 表示新一代的產品正在按照客戶的需求進行優化 不過三星沒有指明客戶是誰 而且目前也不清楚 在回答測試當中出現的問題 到底能不能輕鬆的解決 我們再來看到的是台股方面 台股常常被說是台積電一個人的五零 美股在星期四也成了 輝達一個人的五零 在三大指數同步下跌的同時呢 輝達是逆勢大漲超過了百分之九 他的股價首度突破一千美元大關 標普五百指數十大類股 只有輝達所屬的IT類股收紅 輝達的執行長黃仁勳 他在財報發布之後接受了美國媒體專訪時就表示 產品的需求從來都沒有少過 難是難在供給的問題 而產品供不應求 那照理說不漲價就不錯了 但是路透卻指出 輝達竟然在中國市場主動降價 他原因呢就是為了要跟華為的AI晶片來競爭 策略性的調降了H20的晶片售價 甚至比對手低了一成以上 逢賀上半身變成長頸鹿 兔子長出鱷魚尾巴 看似真實卻荒謬到不行的離奇畫面 全是AI生成 不知民眾用得開心 歸達執行長黃仁勳也很開心 回答估計隨著AI模型會做的事越來越多 圖形處理器GPU的訂單也會增加 回答股價在美東時間23號標迫9% 當然市值暴增超過2180億美元 堪稱華爾街史上第二大彈日漲幅 回答旗下大客戶包含OpenAI Google和臉書母公司Meta 都在積極發展AI領域 推出文字轉影片或照片平台 而OpenAI最新公布的GPT4O模型 更加入辨識場景及時對話功能 如此龐大的演算能力 還需牢牢報警回答的腳 加上蓬勃發展的汽車產業 特斯拉也想回答購入大量晶片 推動自動駕駛 各種科技邁入AI大時代 回答股價飆不停 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 進行問王家正 蔡熊版報導 好 日本在今天公布了 四月份的通膨數據 其中央行密切關注的 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雖然漲幅縮小 但還是高於2%的目標 而且接下來上漲的幅度 還可能回頭擴大 給了日營進一步升息的理由 日本的核心CPI 只有剔除生鮮食品的價格 跟其他國家同時剔除了食品 還有能源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那可以看到藍色這條線 就是日本核心CPI年增率的變化 從日本總務省公布的數據來看 四月份的核心CPI 比起去年同期上漲了2.2% 符合市場的預期 而這已經是核心CPI的漲幅 連續第25個月 高於日營2%的目標 那除了核心CPI之外 日本還有個指標叫做 雙核心CPI 同時剔除了生鮮食品 還有能源價格的變動 也就是黃色這條線 那這其實就是其他國家 所謂的核心CPI 從官方的數據可以看到 四月份的雙核心CPI 年增率是2.4% 也比三月份要來得低了 不過隨著政府停止了一些補貼 再加上日元是維持疲軟 市場預期日本的通膨率 接下來可能還會反轉向上 市場預期日營最快 可能在七月份會再一次升息 那在日元的匯率持續低迷的影響之下 日本企業進口的成本就大幅增加了 許多的業者沒有辦法承受這樣的壓力 只好透過了漲價 把增加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這就是日元貶值會推升了日本通膨的原理 從日本的貿易收支 我們可以看出來 日元貶值帶來的進口壓力 那旁邊的柱狀毒就是日本 過去這十個月的貿易收支 往上的意思就代表貿易收支出現了順差 也就是說出口的金額高於進口 往下就是逆差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幾個月來 日本的貿易幾乎都是成像逆差的狀況 好不容易在三月份才交出將近3900億日元的順差 結果四月份馬上又回到了逆差 貿易的逆差會對一個國家的GDP 帶來負面的影響 日本今年第一季的GDP 已經出現了負成長 那第二季會不會出現延續這種態勢呢 日元的匯率就會是相當重要的決定因素了 相較於日本是因為日元貶值帶動了物價的上漲 衝擊到內部的需求 那中國這邊呢 是因為民眾對於經濟的前景缺乏了信心 因此即使通膨低迷也不敢花錢 使得不曉當初看好了 中國內需的外資就紛紛撤退了 像是有一家知名的日系素食品牌 最近就宣布收掉中國六家門市 全面的退出中國市場 台灣那麼是漢堡越開越多家 在全台就有三百家門市 但沒想到在中國的唯六家門市 現在也要全數收餐 這也正式宣布了摩斯漢堡 將全面撤出中國市場 招牌米漢堡搭配各式副餐 在台灣經營超過30年的摩斯漢堡 是安心食品公司 從日本引進的素食品牌 雙方合資也在中國開店 但就在今年5月22號 董事會決議裁撤摩斯中國門市 並表示把資源聚焦 屏東安心農科廠 未來有適合的經營團隊 再重新出發 但其實近年來撤出 中國市場的台灣餐飲 不在少數 撥貼連鎖品牌 八方雲集早在2022年底前 一口氣關掉福建17間店 全面撤出中國市場 泰式餐飲品牌瓦城 也在2023年結束上海 最後兩間門市後 將中國子公司 轉型成採購中心 美食KY旗下的85度C至今已經關掉 499家門市 另外王品乾杯也在今年陸續收掉 中國門市 大陸市場目前的景氣比較低 跟環境越來越差之外 那競爭也相當激烈 那他們去 後來就慢慢去到 像譬如說美國 那美國的時候 這個像八方雲集到美國的時候 其實發展也不錯 那它的這個價格的部分的話 是大概台灣的3倍到5倍左右 我們接著來看另外一家 來自日本的牛洞連鎖店 它進軍台灣已經30多年了 最近卻傳出雙北市 有好幾家分店收攤 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對此業者回應說 這一波關店 它主要涵蓋的是 有兩層樓的分店 因為這一類的店面 對消費者來說比較不方便 業績表現就沒有那麼理想了 所以才會選擇結束營業 小姐你好 這是你點的麻婆牛肉丼 牛五花刷特製醬 一口飯一口肉很滿足 日本丼飯連鎖店 集業家進軍台灣35年 近期卻爆發官店潮 政大店鐵門緊閉 5月初拆下招牌 現在改掛招珠字樣 但不止這一間 民眾發現 文山 萬防醫院 接連多家門市 也陸續熄燈 還有人回報 公館店 新店 大平民店 也收了 到底問題出在哪 這三個品牌 集業家都不是最便宜 也不是CP值最高的 市場有一個 歷史淨品進來的時候 有一些消費者 就會用新鮮感的方法去藏錢 過去國內牛洞市場 可說是集業家一人稱霸 但近期日式連鎖品牌 一家接著一家開 餐點類型大同小異 讓競爭陷入白熱化 拿連鎖店Sukia相比 同樣是牛洞 集業家小碗89 同樣價格在Sukia 可以買到中碗 份量也比較多 連門市數量也差很大 集業家全台59間 雙北只剩38間 Sukia擴點 全台門市逼近百間 光雙北就有47間 松屋雖然門市少 但持續規劃新門市 一二樓這件事情最困擾的 到底是不是客人願意爬上二樓 這是一個點 純一樓的平面的電型 比較方便客人一覽無遺 一二樓的店面 怎麼樣搞不好 都是比一樓的店面來的貴 面對關鍵潮 機業家回應 過去拓點鎖定兩層樓的店面 但消費者反應不方便 加上電租多半只簽三到五年 效率不高 就會選擇止血 但市場激烈競爭 一旦消費者不買單 恐怕就面臨淘汰命運 金新聞 陳香偉 徐邦採訪不到 中國解放軍在昨天展開了 環台軍演 推升了台海的緊張情勢 美國國務院強調 正在跟我國密切的監控軍演 呼籲北京不要挑釁 同一時間 美國也宣布了 下個月二十六號開始 將在夏威夷周邊的海域 舉行兩年一度的環太平洋軍演 預估會有二十九個國家 大約兩萬五千名的官兵來參與 中國二十三號大動作展開為期兩天的環台軍演 這讓周邊國家都不敢大意 就連美國海軍隸屬 第七艦隊的核動力航空母艦雷根號 同一天也現身菲律賓海域 北京加大印太地區軍事動作 聯合國公開呼籲避免讓局勢升級 歐盟發言人二十三號發表聲明 稱會維護台海現狀 符合歐盟切身利益 反對以任何武力或是脅迫改變現狀的單方面行動 強調應該透過對話來解決分歧 而美國國務院二十三號也強調了 與臺灣密切監控中共軍演 同時呼籲北京不要藉機挑釁 美軍也選在此時宣布兩年一度的環太平洋軍演 即將在六月二十六號登場 被認為是要和中國互別苗頭 今年邁入第二十九屆除了主辦的美國 還包含來自亞洲 歐洲以及中南美洲等二十九國 四十艘艦艇一百五十架戰機 以及二點五萬名官兵 將在夏威夷周邊海域進行時兵演訓 比二零二二年上一屆的演習陣容更加龐大 進行文綜合報導 中國的環台軍演今天進入了第二天 那共軍在今天上午公佈了演訓的畫面 大喊堅決反制任何形式的台獨 我們的國軍也不甘示弱 秀出了監控的影片來反制 學著解讀中共的軍演 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 那中國是想要藉由這波行動 轉移國內民眾對於中國經濟疲弱的注意力 一聲令下 中國東部戰區組織入海空 還有火箭軍 一連兩天聯合力艦操演 演習畫面 全都漏 我們為台島北部海空運 組織對海打尼科密演練 甚至欽門踏戶 直敵我海峽中線 我的座標是 東京一百一十九度 四十五分 四十六秒 北尾二十四度 三十二分 四十七秒 水深不足五十米 國軍不甘示弱 秀影片反制 登上APAQ直升機 我陸海空軍備戰 連成一線 不怕 利艦來襲 還有海軍岳飛艦 監控共艦南京艦 康定艦 監控共艦成都艦 雙方大打文宣戰 根據國防部二十四日公布的 台海周邊動態 截至上午六點為止 徵獲共機四十九架次 共艦十九艘 海警船七艘 國軍嚴密監控 更曝光P3C反潛機 執行警戒共機任務 徵獲江島級護衛艦 旅揚三型飛彈驅逐艦 海警船全都無所遁形 同一時間空軍化電基地 F16V戰機頻頻起降 做日常演訓 也有狀況可能隨時站位 不讓共軍戰機 又飛入演訓機會 近新聞中報導 休息一下 繼續進轉全球 阿根廷總統米雷伊 昨天出席他自己的新書發表會 雖然遲到了一個小時 但是粉絲的熱情不減 米雷伊他穿著黑色皮衣登上了舞臺 在現場唱請了阿根廷搖滾樂團的歌曲 讓粉絲陷入瘋狂 米雷伊一號出版新書 大談他的經濟主張 他也在22號的新書發表會上強調 不應該再由政府干預資本 一切交由市場機制來決定 事實上 外交在這本書的風波從未間斷 米雷伊原本想在國際書展上宣傳這本書 卻遭到主辦人抵制 批評米雷伊大砍文化補助的預算 迫使他必須另尋場地 雖然米雷伊最後借到了體育館 但住戒費也出現了問題 因為政府不能使用公共預算 來推廣總統的書 所以米雷伊把銷售書籍的權利 全都轉移到一家私人企業上 但是這家企業來歷不明 令人起疑 不僅如此 米雷伊上週出訪西班牙 宣傳新書時 又暗指西班牙總理夫人涉攤 引發兩國外交風波 讓這本書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近新聞 張維姐底下很報導 中國的社群平臺小紅書上面 最近出現了許多自稱是俄羅斯人的女性 在影片當中 他們說自己相當喜歡 而且羨慕中國 不斷強調中國的優點 不過這些影片通通都是假的 美國紐約時報就指出 這些其實是中國的有心人士 利用AI做的身衛影片 目的是要激發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熱情 去促進中俄關係 甚至從中獲利 眼前金髮閉眼的女孩說著一口流利中文 大肆讚揚中國的友好 最近中國的社群平臺上出現多個類似影片 運用人工智慧篡改影片內容 利用外貌出眾的外國女性作為主角 不過內容卻是說著中文 不斷強調中國的優點 這些身衛影片以中國男性為主要的目標受眾 試圖洗腦大眾 除了從中爭取對中俄關係的支持外 也想要激發中國自家人民的愛國情懷 無疑是中國的大外宣手法 受害的烏克蘭女學生在自己的平台上 拍攝影片公開澄清 同時也不忘提醒大家 現在這種身衛歪風有多猖獗 眼見不一定能違憑 唯有小心在小心 才能夠不輕易掉落認知作戰的陷阱 進行文綜合報道 中國放任身衛影片在網路上流傳 但是對於喜歡炫富的自家人 是非常的嚴厲的 許多人的社群媒體賬號 紛紛遭到了封殺 有一個名叫網紅全新的網紅 他不但公開自己有幾間房子 他還說全身的形頭沒有八位數 他是絕對不出門的 結果擁有百萬粉絲的賬號 瞬間就被消失 我每次不出差 但我每次沒給他打電話 要給我停 每次還給我送我 都讓我家阿姨吃了 我家阿姨都說這個煙霧特別特別 行為舉止 穿著服飾再到家裡裝潢 眼前男子一開口 就能聞到紙鈔的味道 我現在家裡邊這個生活版 還有吃它 對 我還有個991 覺得它太遮陽光了 中國炫富型網紅 網紅全新 日前因中國政府所寄出的 打擊炫富拜金政策 遭到全網封禁 擁有四百萬粉絲的人氣社交帳號 全都默默消失 根據報導 本名為網紅全的網紅全新 名下共有四家公司 涉及珠寶 皮質品等領域 甚至曾公開表示 全身形頭加起來 要是沒有八位數 就不會出門 豪邁發言 如今恐怕再也聽不到 中國鐵手腕不想讓民眾 從崇拜紙最精迷 被加入禁言名單的還有下面一位 並炫富闖出名堂的網紅薄公子 抖音粉絲接近三百萬人 操作自己花錢不手軟的形式風格 引來政府關注 如今各種社交平臺都查無此人 許多炫富網紅一夜之間 從社交媒體人間蒸發 不少網友大讚 終於眼不見為鏡 但也有民眾認為 網紅炫富並沒有犯法 就怕是政府不想讓大家看見貧富差距 不容許權威社會出現埋怨政府的聲音 因為新冠疫情暫停四年多的中日韓高峰會 經過三邊長時間的磋商 26號星期天將要在南韓首爾登場了 在美中貿易關係持續惡化 西方國家致力確保供應鏈安全 降低對中國依賴的態勢之下 中日韓三國有可能重啟 2019年中段的FTA談判嗎 下週一到週五晚上九點半 請持續鎖定86台進轉全球 節目最後帶你到美國去看極光 進轉全球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